依依,開始 我是從去年九月準備開始 就想要申請英國的研究所 然後就開始要靠YAS 那我有自己先上網 爬了一些方法 然後準備了大概兩三個月以後 就覺得不行,我還是想要有 就是補習班老師來教我 怎麼學的比較快 就是有效運用自己的時間 然後我就上網找了一下 可是就覺得他 就是網路上所有的補習班 他的評價之類的都是 有種就是你看不清到底是真心的 還是業配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剛好有一個朋友也考完 也是考到我想要的成績 然後我就,就是 剛好他推薦我,我就來到戴爾 這樣子 然後在戴爾的話,他那個雅思 是有聽說讀寫四個部分 那就是他是兩種 就是讀寫跟聽說的兩種課 那他來之前 你會就是先被 就是能力測驗一遍 然後他就會幫你分搬進來 然後他就會幫你分搬進來 我覺得這件事還蠻好的 因為如果,因為他裡面課堂其實有很多 都是要互相討論的部分 會覺得如果你是一個就是 可能很初學者跟 就是我們可能已經有準備過一下下 然後才要來準備的人 就是有一些程度上的分別 會比較容易上課 然後在讀寫課的部分 就是老師有幫我們 就是教他 閱讀的話是教我們 就是怎麼去運用一些技巧 從文章當中 排除掉一些你看不懂的字 然後哪些東西都是很重要的 他告訴你要怎麼去分辨這些東西 而不是就是給你很多什麼 文章很難的 然後叫你去背 然後那寫作的部分 就是他會幫我們 就是他用他 他以前有在那個 就老師都有在可能國外受過訓 或是都是一些很 資深的教寫作的老師 然後他們就會用一些外國人的邏輯 來告訴我們應該要怎麼寫 才是外國人想要的 你也不用真的用太難的語言 在騙他們 或是假裝提升自己的程度 那 聽說的話是 就是他們老師都會告訴我們 應該要就是 他會幫我們分組 就兩個兩個一起互相討論 或是互相回答題目 那你應該要多運用哪些 phrases 或者 idioms 才會幫你比較加分 這些老師都有告訴我們 然後他也不會就是 就是特別要我們一定要被什麼 什麼奇怪的答案 或是有的沒有的才會比較高分 或什麼的 我覺得這件事很好 就可以很自然的去發揮這些事情 那我自己在準備的話就是 我每天上班的時候 都會就是邊 就是聽 podcast 就是我比較喜歡聽 BBC 或是 TED Talks Daily 那一種 然後就剛好大概15分鐘的路程 就是聽一段這樣子 那我自己很推薦你家 就是口說的時候 或是寫作的時候 可以聽那個 BBC的那種 6 minutes 他會有很多 就是看似很簡單的文章 或是一些 反正他就是 以一個文章為基礎 然後那個東西 你可以把它拿來 運用在你寫作 或是口說的題材 我覺得都蠻棒的 因為他就是很淺顯易懂 也不用特別在度背什麼 那 讀寫的部分 我是每個禮拜 會寫兩篇文章 然後閱讀的話 我會 就我沒有特別 多背什麼單字 我就是可能 剛開始的時候 一個禮拜 就是做一個 Cambridge 然後到最後一個禮拜 的時候是每天做 然後用 因為我考的是電腦版 那大家都說 電腦版就是要多熟悉 就其實會比熟悉的還要容易一點 那我自己是用雅思哥的那個 就是電腦版的機器 是這樣的機器嗎 就是一個網站練習 然後我覺得就是 自己有計時 會比較知道你 就是時間 應該要怎麼拿捏 那我就很謝謝 帶來的老師教我那麼多 就是關於 考雅思的tips 讓我省了很多時間 在可以一次就 考上我想要的 就是考到我想要的成績 然後申請上我想要的學校 謝謝 謝謝